稍後回來我們要繼續的 好好的釐清 回到節目現場 怎麼想都覺得有鬼 當然今天是說 所謂的抓到了一個小偷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竊盜案 但是你能夠把它 單純視為竊盜案 而不去追 有沒有所謂的竊聽案 或者是監控案嗎 如果真的要去監控韓國瑜 整個市府團隊目的是什麼 是前朝怕什麼東西 可能會被韓國瑜這邊查到 或者是說韓國瑜想要做什麼 他們都想要在第一步先掌握到 然後來去打擊他嗎 今天他告訴你說 我是來拿紅包的 我是來拿文具的 我只是來拿帽子的 這種理由你會相信嗎 而且大家看到了這個時間表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這五次是不到40天之內 這麼樣密集的來 規律的來 而且他來到這邊 你說他究竟是要 像剛剛麗娜議員講的 他是來拿東西的 還是來放東西的呢 這點實在讓人覺得 太匪夷所思了 而且我要問一下 韋翰 他手上還有鑰匙 這個鑰匙是不必交回的嗎 對不對 這個也實在是太奇怪了 這個事情有三大不合理 我想第一大不合理就是說 這個吳先生他在10年前的時候 當花媽菊姐的攝影官 他是養工處的技工 調論到市長室 我先講一點就好 剛剛立昂哥在講 市長室的攝影官的 攝影器材是放在市長室嗎 當然不是 因為我過去採訪 台北市政府的新聞 他另外會有視聽室 新聞處或是相關的局 市長室的攝影就是現在 觀眾朋友現在在看刀八卦 很簡單 腦子裡面想一下 現在的鄭文燦市長 侯友宜市長 柯文哲市長 還有全台灣的22縣市的市長 你的攝影官 有你辦公室的鑰匙嗎 不可能 因為我過去採訪 今天不可能有鑰匙的 所以你書會有 你應該不會有 我再講一次 攝影官是陪著這個首長 上山下海到處去 我今天去探勘穿個雨鞋 我在旁邊照這樣的 我照完回來以後 各自任務編組解散 我回去以前還要 有暗房 還要洗 現在要用photo shop 要輸入到電腦 他就回他辦公室去做了 他有市長室鑰匙做什麼 我的理解是 根本不會有鑰匙 所以我先講第一個不合理 他根本不應該有鑰匙 因為市長室的人 誰會有鑰匙 我再講回來了 市長室其實根本也不用鎖 因為每一個市政府 都有駐衛警 駐衛警隊長 副隊長 跟這些隊員 每天他把市政府的 市長室門口顧得好好的 還排班 有沒有現在你到市政府的11樓去 過去有跑馬英九時期的市長 後來到好龍斌 現在是柯文哲 他11樓你電梯一出來 就個警衛 請問先生你要找誰 沒有識別證立刻就通報 你可能就會被很禮貌的請走 或很粗暴的帶走了 對不對 兩種選擇 看你要吃藝還是吃軟 對不對 所以市長室的門口有需要鎖嗎 如果真有需要鎖 表示你沒有放機要的東西 誰能鎖 一定是心腹機要 才會被市長加在說 門鎖起來 攝影官會鎖嗎 所以攝影官不是重點 我現在講到這個階段 完全跟花媽菊姐 或是以前月菊蘭 我都覺得不用直接連結 跟他們關係 因為第一個 畢竟隔了太久 但為何當年他會有鑰匙 他去跟誰拿了 我覺得有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直到此刻我都覺得 大家可以去問 我的瞭解是 攝影官基本上 他都不需要有鑰匙 他也不會有鑰匙了 來得最早 走得最晚的那個人會有鑰匙 以前馬英九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我那時候每天在跑市政府的新聞 上班就在跑市政府新聞 那時候跟我一起跑市政府新聞的人 那個人就是王淺秋 淺秋局長 那時候我們一起在跑市政府新聞 那時候市長是台北市長馬英九 裡面有一個 一進門右手邊的 那個大姐叫阿美姐 我早上在廣播講 大家以為我開玩笑 真的有這個人 他每天負責買馬英九 喜歡吃的排骨便當 他來 他就是個聘員 所以他可能手上就有市長市鑰匙 其他人不需要 其他聘員不需要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在跟大家講 一個從外單位調過來的 譬如說他會攝影 其實不是 我們再講更早 那時候葉劇團來的時候 是可能他有一些人脈 讓他來當攝影 掛在養工處 因為這是個缺 他跟養工處完全 本質學能完全無關 這是一種 另外還有一種是說 我們最近可能要辦 譬如說像世大運 他很會照相 很會畫畫 他有專才的任何的局處調過來 任務編組辦演會 市政府有時候會這樣 把這人調完 這種人他就是非本編制內的 這種人他既然只是調過來 很快又要放回去 怎麼可能給他鑰匙 所以這幾個點 是第一個不合理 我就想說 他不應該是一個有鑰匙的人 你說他偷打的 你偷打鑰匙也得有持有鑰匙 我有鑰匙我才能偷打 然後我要交回去的時候 我交那個原版的 我自己偷打 這樣聽起來很可能 我知道觀眾朋友 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覺得那根本就是偷竊 是 剛剛賓哥在講了 1972年當水門案 美國的林克正總統 當那五個人闖進了 美國民主黨的國會 全國委員會的大廈的時候 兩年 觀眾朋友 整整兩年的時間 從1972到1974 剛好就是我出生 1974 兩年 都講說只是基礎的竊道案 搞什麼對不對 亂扯政治陰謀 最後發現真是竊聽 總統下台 所以之後拍了一個電影 所有新聞系的學生 現在我在講應該很有感觸 1976年 勞伯瑞福 現在還在演那個 副社聯盟第四集的秘書長 勞伯瑞福跟達斯汀滬謀演的電影 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年上來以後 他創下當時最高紀錄 第二年1977年 八項奧斯卡的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電影 他就在演這個水門案 他就是政治介入的過程當中 都是用很多的東西去搪塞 沒有 只是竊盜 好 我們就抽刺剝檢 剛剛第一階段 我就會 他不應該持有鑰匙 第二階段就是 他回去的時間 大家看 他回去的時間很怪 剛剛我們有講 我先說 剛剛麗朗有講一個重點 因為市政府的監視器只保留40天 所以他被逮捕的時間 是2月1號 也就是在過年期間的這個晚上 10點59分 跑進去 被抓到了 然後剛剛兵哥跟還有疫情 立剛哥已經演繹那個過程了 最後從身上搜出了鑰匙 你太有收集了 他說我早就收集了 他怎麼跟市府的作業警講 他說我的東西放在這裡沒拿 我說天啊 你不但是勞伯瑞福 你還是美國隊長 你10年前在這個地方工作 你10年後才想到你要去拿 我跟大家講 如果裡面真的有什麼東西 是不方便拿來拿的 我現在就大膽跟大家說 他最好的時間就是11月24號 當那一天確定韓國瑜當選 正在亂 正要政黨輪替的時候 我還不去拿 我等到韓國瑜上任我才去 這合理嗎 如果我真有一個什麼東西 我的情書 我喜歡的一套漫畫 灌籃高手放在我櫃子裡面 沒有人知道 我要去拿 好 那就一次 你一次進去拿 為什麼會進去五次 觀眾朋友來看 第二個不合理就是 他為什麼會進去五次 明明如果你真是要拿東西 你說拿燈籠什麼 這個就不用講了 整個市府上下 個局數都有擴大 不管是什麼 春聯什麼的 都能配景 你闖進市長市拿春聯 你真的以為我會信 第三點 他進去的時間 因為這個很重要 他第一個進去的時間 後來觀眾朋友 這次被抓到了時間 起出鑰匙 發現有問題 立刻調出監視器往前推了四次 這個不是他這個坦誠不會 我全都招了 沒有 是調了監視器 發現他來那麼多次 然後才發現 非常重要一點 我剛剛講兩大不合理的 第三大不合理說 你回去就算 大家說是貫切 貫切 貫切是表示他會到處偷 他只偷市長市嗎 過去10年他偷過多少的單位 你要把它講出來 第二個 你進到了市長市的時間 居然就是韓國瑜上任第一天 你說往前推 40天超過你不知道 OK 我覺得警察應該還要去找 大家看這個時間 看完你就知道 為什麼講第三個不合理 9點53分進去 10點03分出來 剛剛好10分鐘 非常準確的時間 晚上9點到10點左右 進去10分鐘 拿什麼東西出來 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 那都是相關的一些 周邊的東西 而是他進去的時間跟出來是 就是10分鐘 第二次 6天以後 9點31分 9點41分出來 又是10分鐘 隔6天10分鐘 再隔6天這個出來 這個長一點 多了1分鐘11分鐘 為什麼會連續三次 規律的6天一次 一次10分鐘 進去又出來 如果假設 因為現在完全沒有證據 我也知道相關的單位 去做了一些所謂檢測 到裡面有沒有竊聽 看起來也沒有 可是如果他是進去裡面 不是去拿東西 而是去做一些動作 譬如說你每天都會進廚房 去煮午餐 12點左右你會在餐廳出現 你會在廚房中 可是其他時間你不會 為什麼 這個先如果是進去換一個卡 換一個電池 抽出一個記憶卡 這樣看起來倒是有點像 但事實上是不是 我就要往後追查 很重要的一點 有人在講說 這些偽翰的評論 這些所謂的推演 其實都多餘 因為韓國瑜根本都沒有在市場試 觀眾朋友 我很鄭重的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就是不要道庭圖說 或是以而傳而 韓國瑜市場從四維中心 調到鳳禪中心 是3月28號 他從港澳生下回來以後 所以這五個時間的時候 他都還在這個 就是四維大樓 還在辦公 所以有人講說 韓國瑜沒有在那上班 一直在鳳山 所以定格招牌說 不是 這幾個時間 韓國瑜都還在 你說他都沒有去市場試開會 你怎麼知道當時 如果是要放竊聽 怎麼知道說 原來這個市場有警覺 沒有在市場試 在旁邊的會議室 第三點就是 當時說要換到鳳山之後 大家都不理解 可是你看 過了這五次這個時間 2月1號已經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後來韓國瑜 甚至連接受一些媒體的專訪 都要在會議室 不要在市場試 就是他實在是不確定 到底有沒有 現在到底有還是沒有 是沒有答案 可是我剛剛已經跟人家講了 三大不合理 我完全沒有指向花媽拒絕 或是說民進黨怎麼樣 只是說這個過程 的確太不合理 你為什麼連續規律的 去了這麼多次 每一次都是10分鐘 你說你要回去拿東西 對不起 那應該10年前的 某一個禮拜天晚上 你就應該去了 為什麼會等到2019年才去 這些地方都完全說不通 裡面很可能會跟大家聯想到 為什麼今天有人講水面案 大家覺得扯太遠 但我不覺得 水面案也是查了兩年 最後才水漏石出 原來還要靠一個深喉嚨 才會知道到底裡面有什麼鬼 對 但維翰你想想看 他能夠這樣子大啦啦進出市長室 他進會議室 一樣很簡單 他進到各局處裡面 是不是也就像大啦啦 唐和黃之進去 在這段時間 他真的只有進市長室 還是說別的局處裡面 甚至包含當時韓國瑜 在辦公的那個會議室裡面 他其實都已經在裡面 放了些東西都有可能性的 是 而且第一時間